我不會害怕你,跟你說 嘩!嘩! 我像不像哈利波特? 嘩!嘩! 踢球才來下雨 黃中年那些都不喜歡我 沒事的,明天一定會好天的 你怎麼知道? 希望在明天 但天文台說整個星期都會下雨 是嗎? 那當我沒說過了 不是的,如果沒有球踢的話 心情會變得很差 你讓我踢一下嗎? 神經病,踢人是哪個壞的? 這樣吧,介紹你玩這隻世界級的足球遊戲 LOC Heat of Champions 用了新世代引擎研發 真實還原精彩刺激足球賽事 可以讓你收集世界球星 有制定戰術到比賽過程都可以由你親手操控 不止,還有獨創的策略手勢操作系統 輕鬆操控球星做出各種花式動作 用你的實力創造你的專屬冠軍球會 我說下雨了,下雪也無法阻操你 快點下賽大家,GoGoGo 大家好,歡迎收看都市閒情 不是,法紀大香腸 這個節目就是法紀大香腸嗎? 大香腸其實不是自我做的食物 是自… 是自… 自己想想吧,好的 我們今天就開檔了法紀大香腸 而我們今天會做這個披薩 但披薩的抬面材料應該有些不同 我們要把原本披薩的食物 換成一些可能中式的食物 是 甚至餅底也會不同 是,沒錯 這個是真的披薩 不過它本身已經有些味道 好,酸味 這是蒜味的披薩 然後這個是真的中式的蔥油餅 蔥酒餅之類的朋友,對吧 其實一樣 一樣,沒問題 這個可能我們用來做餅底 然後材料方面有雪梨 雪梨芒果 雪梨 這是誰想的 雪梨芒果 然後有魷魚 魷魚就是… 魷魚是我想的 魷魚我打算做以鹽燒烤味 好 然後這個,有五花腩 五花腩是我想的 一間給大家見識一下五花腩 挺厲害的 還有醋肉瓜、壽司雞 叉燒、瑤柱、蝦米、臘腸 我覺得應該會挺好吃 你覺得哪個會最好吃 哪個? 我覺得有我這塊五花腩的谷口 會好吃 然後我覺得臘腸這些也好吃 我也覺得臘腸應該好吃 對,臘腸其實本身很配合 其實有點像蘿蔔糕那些材料 其實是,這樣做出來不就像蘿蔔糕 那沒有蘿蔔吧 沒有蘿蔔,好 我們先嘗嘗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先處理了蔬果類 好… 你先用熱水浸這兩個 浸這個嗎? 好像都市閒情 其實不用太多了 應該不用太多 純粹覺得脆肉瓜是一個挺好吃的食物 對,我也覺得 我經常覺得這個世界很有趣 好吃的東西都是沒益的 有一次我去喝東西 有一間清巴 它有一個隱藏的菜單 就是一個叫做炸脆肉瓜 它就用脆肉瓜 加一層麵包糠之類去炸 這東西很好吃 我吃吃的時候發現 脆肉瓜身為蔬菜裡面 但又這麼好吃 會不會是沒有營養的呢? 那我立刻塗脆肉瓜 然後第一個關鍵字 當時就是有毒 脆肉瓜有毒 然後我就去看 總之你如果用一百多度高溫來煮它 它就會揮發出這些毒素出來 對身體不好 炸的東西應該也過百多度 所以… 你有沒有想過這些 是不喜歡脆肉瓜的人做的? 其實這些蜜蜜 每個人都可以鋪的 這道五花腩 待會我會示範怎樣做 這道五花腩 其實未必要加入薄餅 我自己吃也可能會很開心 但我們現在要將它上面有些毛 不知道看不見 超恐怖 我現在要先燒毛 一開始有點懷疑 你想吃平常不能吃的東西 其實是 我趁這個機會吃一些我破戒的東西 而且我今天拍這段影片 我要罰兩百元 如果我有吃的話 你一定會吃 說這句做什麼 很難說 你們真的很好吃 可能我吃光 這裡好像內規鏡一樣 真的這樣? 那底部就還有些毛在裡面 真的嗎? 但是很香 很香吧? 對 做一口吧 但好像很甜 但我想說這個芒果超貴 我不知道芒果現在是什麼價格 但它說的是飛機貨 20元一個 什麼送什麼芒果 女送芒果 對… 所以甜甜嗎? 感覺到很甜 你嘗嘗吧 好,我先嘗嘗 不錯 不錯 很香,很美味 很久沒吃芒果 其實這個核可以吃起來 很脆的 小時候我很喜歡這樣損 你呢? 不要,現在長大了 會不會損? 你可以 好 現在要把五花籃切片 芒果有什麼要注意呢? 不要切手 我想到了 就拿你的手扶著 好,手是肉式的 豬肉也是肉式,好 不過難分一點 真的好難 真的很難 我覺得這個畫面很適合你 什麼意思? 切豬肉的職業 是嗎? 是的 即是我適合做肉類分割員 是的 還是轉行? 不行,現在都是這樣 什麼都可以一起做 對,好像香港那樣 威威豬 對 直接拿油炸 其實拿油炸炸什麼都好吃 但這個是很棒的 這個是我人生吃過 其中幾樣我都最好吃的 還有什麼? 魚皮餃 大家參考就好了 你不做過魚皮餃薄 那你今天是不是可以有吃? 其實有想過 真的有想過 但好像不太合 因為我們是專業的 我們不可以因為一己私肉 後面那些越來越肥 對 但越肥就越好吃 其實好吃 其實它有點像豬油渣的朋友 不知道你喜歡吃豬油渣嗎? 我喜歡 那它就是豬油渣的朋友 而我就是豬油渣男 這個本身是可以喝的 因為它真的拿茶葉蔥 你不可以喝奶茶嗎? 奶茶是不能喝的 但奶和茶都是原材料 我喝茶,奶我本身沒有 我多看一點 就是看別人喝 魷魚 魷魚 我拿廚房子 廚房子,好,有 鋪在底部,好嗎? 我強項鋪東西 我們做魚刀牙一整個鋪 好,現在Tina就要調味醬 首先要加些什麼? 燒烤粉 加些燒烤粉,好 有份量嗎? 我只是隨心 隨心,好 好 紫然粉這個很重要 紫然粉很重要 有沒有加多少呢? 隨心 也是隨心,好 經驗來說是一比一比一 一比一比一 然後就是辣椒粉 你吃辣的 辣椒,我吃辣 有紫然的地方是一定要有的 好,一定需要辣吧? 多加一點 這是自然嗎? 是 所以你的一比一比一就沒有辣嗎? 對,看得到隨心 好 自己喜歡 我自己喜歡 很憑經驗 這是什麼?現在加上這個 剛才的燒烤粉 燒烤粉想多加一點 想不到,回馬槍 好像很少 我突然看到那麼多 算了,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好,大家到時候如果想做 跟著這個廁所就可以了 即是你加完之後 再回頭再加 那這是什麼? 剛才那次的 好,分開兩次加 細節成就大事 那現在呢? 這個是新的 這是什麼? 芝麻 芝麻這個也是… 隨心吧?自己喜歡 然後要加糖 糖也是… 隨心吧 好 他說隨心,但我看看有多少 這裡要一匙左右,兩匙 兩匙是不平均的 不過 這個是蠔油 對,其實這個真的很容易 不過真的很好吃 你怎麼學的 哇 哇 蠔油就落地 倒些落地 份量就這麼多 那台面就要這麼多 但就不放一個碗 蠔油就在這裡 差不多了 好,大家… 之後我不會攪拌 開火,然後煮熱一點 再倒些油 再倒些油 對 聽起來好像很棒 炸一炸聲,是不是 這個是用來做魷魚嗎 對 哇,很香 炸鍋的份量 不能夠作出 首先這個 油是否要多一點 因為我上次有一次 我第一次加了很多油 沒什麼 第二次炸這個,我加很少油 然後它彈油的程度 油好像一通淡飛過來 我想說是嚇死你的 油這些不要節省了 要不然會彈到你英年祖世 很久了 是嗎?我也是假裝 我看人家都… 人家都這麼多人 是啊 你看看籌款 各位觀眾 好,我們今天會拿高難度 我會拋起肉 然後它會掉下去 好 我先回家 不用怕 一切都在控制 神經病 你不要 一、二… 很肥 很肥 因為它慢慢炸 應該會把裡面的油分都逼出來 最後它整塊是脆口 但是真的有點大塊 不好意思,切得有點大塊 我應該再將它一開二 不過其實它雖然這麼大塊 但是炸完後,它也會熟很多 看到嗎? 剛才那些蛋出來 對,煮多一點 很恐怖 很恐怖 好… 現在就是裡面的東西開始… 爆 逼得出來 然後我們說一分鐘 很大塊,我跟你說 我用口接著它 通常這些情況你要怎麼處理呢 我會用煲蓋蓋蓋住自己 就是這樣 我上次說,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煲蓋也沒用嗎? 他在說那樣 你看到嗎? 很恐怖 阿Dee,老肥 我像不像哈利波底的嗎? 嘩… 喂… 我是不是嗎? 好像有點痰 很恐怖 是嗎? 是嗎? 對,我也說了 上次我做了一次 你像榮欣 對 神經病 彈出來了 我不會害怕你 我跟你說 好恐怖 哇… 哇… 很漂亮 開手 你看到沒有? 怎麼這麼大個煲蓋? 收起來吧,沒什麼用 我這個也不行 這個地上很油 是啊 給我一個開箱 先把桌子 看看桌子 不是水 過來這裡看看 你看這裡 好 看到嗎? 我們的努力是有回報的 他差不多 他就像你女朋友一樣 當他發脾氣的時候 你不要去攪拌他 那一會兒他下了蛋火 就會溫和很多 這樣就可以吃了 雖然我平常這影片 煮食都是不做事 但你看到最危險的事 我也是自己做的 差不多了 陳二甲,起鬧 好 不如先關火 不行的 我上網學說 你關火 那些油會吸收進去嗎 是嗎? 你說不是 不是 那些都會騙人 聽到嗎? Tina說你騙人 不是… 是嗎?好,非常好 他說像你炸東西 你關火 它就會吸收所有油 整塊東西就會很油 雖然你本身看得很油 但你吃下去不覺得 關火吸收油 是因為油溫會低 是嗎?很棒 我告訴你 這個咬下去很脆 但會有點硬 有些人可能未必可以 其實這時候要加少許鹽 先試一下 一人剩一塊試一下 你覺得怎樣 好吃的,有點硬 對,有點硬 到我做 到你了 你要我的油嗎?要不要嗎? 要不要一點都 不知道會否熱 是嗎?很熱 真的很好吃 所以可能我吃完 對 這個可能也會彈 不用怕,彈到哪裡 剛才才叫彈 你對 你對 好嗎? 這些彈油 你應該要對彈油 這些你不會再害怕 其實這個我不會煮得很熟 因為一會兒還要去焗 焗,就是太老了吧 喂… 怎麼了? 拿來做薄餅 是嗎? 好像烏冬 很像 對嗎? 你如果把它剪開就像烏冬一樣 好吃 沒有了,你煎什麼味道 你不要試了 其實這個醬 如果真的拿來拌烏冬也好吃 煎 那個魷魚又不硬 很軟 是嗎? 沒想到它真的隨心教的醬 是這麼好吃 不過你們教不回這個份量 對,不是這個份量 不是 可以敬土地 有儀式做了 這些不要缺少 好 很香 不用太熟 看電磁爐會不會是你做的 我不會 怎麼有空弄完電磁爐 拍完東西還拿走爐 這麼瘋嗎? 買一個吧 遲些,讓我先賺錢吧 免得工,到時候一炮一個 可以嗎? 香葉蒜 對 好嗎? 50元一塊 你買了一塊嗎? 多受歡迎 你看我們要薄餅的材料 所以我對這個薄餅是有信心 我將來開一間中式薄餅店 這個…真的薄餅嗎? 包 包 手絲雞叉燒薄餅 好像很棒 其實很難不棒 如果本身搭配澱粉真的搭配 你搭配薄餅也是一樣 有薄餅的感覺嗎? 有,其實賣相挺吸引 你這下像 是嗎? 像別人的薄餅嗎? 像薄餅 有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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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豬魚,會不會加些什麼 肉瓜 又加了? 看看 五花腩好像可以 我覺得很好 剛才的醬汁也很好吃 對 只剩那麼少 你看,煮完就縮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份量 我的天 好像很腥 這個好像已經可以吃了 這個醬汁倒進薄餅裡 意大利人很棒 意大利人看到有雪梨的外交了 我們的薄餅 菠蘿也接受不了 可以 一塊薄餅,三個小朋友 怎樣可以兩刀分給大家 同死那兩個 對 一個吃完 沒錯,非常好 那誰是那兩個呢? 你 那第二個是? 你 我兩個也是我 你兩刀 OK,非常好 還有拉絲 我想問,那些絲是哪裡拉出來的呢? 請問 那些魷魚 那些魷魚 那條是甚麼來的? 飯豬魚 脆肉瓜蘸醬的醬汁很好吃 竟然是脆肉瓜? 最後 因為它的餅有轉頭的味道 蒜頭也很搭配這個自然醬汁 很好吃 主要是醬汁 其實醬汁本身 我猜你塗在磅包上也好吃 但是這個很香 其實這個包不臭 口感很棒 因為跟五花腩 炸的感覺有點煙爛的感覺 很難烤,但很好吃 我們來訪問一下 這個小姐,張女士 你覺得怎樣? 好,你先試這個 有五花腩這個特製的 真的很香,很香 是嗎? 好吃 五花腩呢? 我不知道它是五花腩 是嗎?已經好吃到不像五花腩 令五花腩不像五花腩 好嗎? 但好吃,真的很好吃 好 叫阿全 叫阿全 沒有,改名而已 首先試一下這個 脆肉瓜、壽司雞、叉燒 蒸暖、豉油、披薩 要改名的,超級夏威夷 我們要改名,比較厲害 阿全 強記燒味披薩 很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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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的 這吃是有人煮東西不好吃的 真是失敗的 我知道甜豉油 我們應該要加烤雞飯 那種甜豉油 可能是加了壽司雞 很鹹 是嗎?很鹹 現在知道了 它咸一點還是我咸一點? 很甜 很鹹 很鹹 雪梨 雪梨? 好,這樣也不足夠 朱丁,我吃光了 只有麵包皮的時候 你替我提議加雪梨 我不知道吃得這麼快 現在不是芒果嗎? 雪梨芒果包 好,謝謝,謝謝 謝謝你 非常好 謝謝 試試刺的,好嗎?不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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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甜蜜 現在好像法國甜蜜 那些叫甚麼? 河乾包 那些港女吃的茶色 那些下酒 雪梨芒果 不是,好吃 是嗎? 廣燈肉 那些芒果很好吃 那些雪梨芒果很好吃 雪梨芒果 雪梨芒果 它做夠了 Tina的樣子 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這些 我… 但我可以說的是 芒果和叉燒 真的不是同一個世界 我知道的新商 是甚麼? 雪梨好吃 就這樣吃完一樣 是嗎? 那大家先吃雪梨 這次我拿了蔥油餅 做薄餅的餅底 這個其實也很難不好吃 還要按足料 還要按足料 還不行 那些芒果還要按足料 還要按足料 可以加雪梨嗎? 加 有些材質,全部肉都會吃得很滑 加雪梨嗎? 加 芒果呢? 不加 我不是,是否也會說的 我先試一試,看看你是不是 先拍照 你不燒烤,我不知道它本身是鹹鹹的 你像不像那些運毒的那種? 你是不是餓了? 行不行 好吃 沒加東西的 沒加東西的,好 可以 我的天啊,你切… 你分開了蔥肉瓜 沒辦法,你… 怎樣也有些東西要… 已經是雙數了,你蔥肉瓜 幹嘛要分開它們? 他剛好在中間 他擋了一條路 你不懂得切薄餅嗎? 是雙數嗎? 1、2、3、4、5、6 那也對 你四份,你六個是不平均分的 那那個你不分呢? 這個可以給你,你出吃的 真的很熱 嘗嘗這個 嘗嘗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淺,一般 這個蔥油餅不是很不薄餅 真的很不包,因為它很薄 很多油 臘腸酥 中文是本身有些油 臘腸可能會有些油 是 逼出來 嚇到喉嚨很痛 整件事很油 還有雪梨呢 就這樣吃,和熱了雪梨呢 又不一樣 不要吃,熱了雪梨 扎勝貝 弄不住 我覺得這個很失敗 這個很失敗 好,那今天我們做了三份薄餅 是有兩樣失敗了 但這兩樣又不是很失敗 我覺得是有… 可以調整的 對,有一點潛質 但最初的魷魚,加上五花腩 加上醬,加上餅底 是無懈可極 真的 我相信你也不會買到 所以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自己嘗嘗 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有些店舖 如果有看到這條片 你真的可以嘗嘗 紫然味的薄餅 真的 或者你做完之後 你聯絡我,我可以光顧你 有沒有人可以留言 為何五花腩會這樣不停吐淡呢 可以解釋一下 我下次避免 因為我挺喜歡吃這道菜 但如果這樣,我真的不敢做 或者再問我媽媽也可以 問我媽媽再告訴你 就行,好 這條片到這裡 也想大家有興趣 訂閱我們的頻道 社群網站等等 喜歡我們就吃就喜歡我們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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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點腹腹 你只剩一塊吧 加辣腸比較加分 鴿腸好吃 覺得好吃嗎 鴿腸好吃嗎 不是,整個薄餅嗎 都可以了 就不算薄餅了 你怎麼吃不算 你節省吃才吃的 對 對 你弄生了又不算 看完片 快點下載L.O.C. League of Champions 跟我一起玩吧 L.O.C. League of Champions L.O.C.登陸香港了 習育成,經營,球會玩法於一身 遊戲裏面還有我陳偉瑜 為大家傳廣東話評述 立即加入L.O.C.屬於香港球迷的足球遊戲 L.O.C.E.